这一题用过猛酸钾来滴定 40毫升过氧化氢酸性水溶液 这个酸性可以知道过猛酸钾 它会变成亚猛 那达当量点时候用去32毫升的过猛酸钾 第一小题 通常过猛酸钾的氧化还原滴定都是在硫酸中进行 是不是也可以在盐酸里面进行 答案是否 因为盐酸里面的氯离子会和过猛酸钾 发生额外的氧化还原反应 产生Cl2加上亚猛离子 所以它并不是只有提供氢离子 还会提供氯离子 我们需要消耗更多的过猛酸钾来影响我们的准确度 所以不可以 第二达到当量点的时候容易的变化 过猛酸钾原本是紫色 滴进去的时候产生的亚猛是粉红色 那达到当量点的时候 达到当量点之后 多出的一滴过猛酸钾 多出的一滴过猛酸钾 就是当量点 就是当量点 第三小题 过氧化氢的水容易体积墨浓度为多少 我们用 失去电子数等于得到电子数的关系来做计算 过猛酸钾当氧化剂 那过猛酸钾的浓度0.1 乘上体积32毫升 乘上电子的变化量5颗电子 会等于双氧水的部分 浓度位置 乘上双氧水的体积40毫升 双氧水里边的电子变化量是两颗电子 那两颗电子从双氧水会变成O2 那有两颗电子的变化量 所以这边我们计算出来 它的浓度会得到0.2m